去国内媒体3月29日报道 欧洲国家不以卢布购买天然气 会被停弃吗 当地时间3月28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采访时表示 这得看情况 报道称 3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向不友好国家供应的天然气 俄方将只接受以卢布付款 并给定俄罗斯央行一周时间 开发新的付款机制 不友好国家名单上 包含了英国以及欧盟 全部27个成员国等 其中有许多俄气的主要买家 3月28日 被PBS特约记者瑞安·吉尔科特问及 如果这些国家拒绝以卢布支付天然气 俄罗斯是否会直接切断 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时 佩斯科夫表示 自己不知道 当欧洲国家拒绝这种可能性时 会发生什么 一旦俄方有了最终的决定 将探讨可采取的措施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不会做慈善 免费向西欧输送天然气 他强调 齐尔科特问道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对吗 佩斯科夫回答 是的 紧接着 齐尔科特进一步就该问题 逼问俄方的最终表态 听起来 普京总统坚持要用卢布支付 而他们坚持不会用卢布支付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 你们会停气吗 佩斯科夫对此稍稍松口表示 这得看情况 不付款就不给气 齐尔科特继续追问 试图让佩斯科夫服软 德国等俄气在欧洲的最大客户 正在背弃俄罗斯和俄气 没有让你对俄罗斯经济的未来 感到不安吗 面对这一陷阱问题 佩斯科夫指出 俄罗斯不希望这些事情变为现实 但也必须因地制宜 他表示 现在俄方进入了全面战争的新阶段 因为西欧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实际上在贸易经济上 对俄罗斯发动了战争 扣押俄罗斯的财产和资金 阻碍俄罗斯的金融关系 佩斯科夫强调 西方国家必须理解俄罗斯行动的原因 他表示 几十年来 俄罗斯始终在向西方国家强调 对于北约东扩的反对 和对于平等关系的要求 反倒使西方国家始终不考虑俄方关切 完全没有做出反应 将俄罗斯逼入困境 当天早些时候 德国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 罗伯特·哈贝克 在与七国集团能源部长视频会议后宣称 已拒绝俄方只收卢布要求 有七国集团部长都认为 俄方此举是单方面违背现有协议 德方将与欧洲伙伴讨论如何应对 同时呼吁有关公司抵制该要求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 伊万·阿布拉莫夫 在评论哈贝克的说法时指出 欧洲对俄方要求的拒绝 肯定会导致天然气停止供应